Hello 各位好 为啥会那车带你看2019上海车展 我现在是在北汽展台来看北汽新能源EX3 这辆车呢 从命名上它并不是EX系列的换代车型 而是一个全新的车型 可以看到中网采用了一个黑色的面板 一直贯穿到了侧面 甚至说超过了这个灯组 那么灯组呢 也用了这种修长的造型 可以看到啊 今年的这种小新能源车的前脸 是一个比一个横 因为什么呢 续航长了 不怂了 对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侧面 侧面 车身上扬的腰性贯穿到了车尾 搭配上这个双色的轮圈 侧面的视觉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车尾方面就非常有个性了 尾灯采用了贯穿样式的设计 好 我们再看一下车内 坐进车内可以看到 内饰设计的还是非常精致的 整体中控台呢 是非常的有层次感 那么配置上我们来看啊 它采用了一块12.3公寸的全野镜仪表 这个呢 是和115一模一样的 中控采用了一块9英寸的显示屏 搭载的依然是北汽的达尔文系统 那么配置上可以看到 像什么自动空调 自动头灯 自动雨摔 这些呢 都是有配备的 另外 主副驾座椅还支持电动调节 这个调节的方式是不是很眼熟 奔驰的感觉 对吧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乘坐空间啊 调整到一个我比较合适的驾驶坐姿 现在呢 我的头部到车顶 不到玻璃 现在是有三指的距离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排 来到第二排 前排现在坐姿呢 还是保持我的没有变 头部呢 我现在是还有四指的距离 腿部呢 还有一拳 差不多多出了三指的距离 后排的配置可以看到 有一个单独的USB电源 但是呢 没有配备空间出风口啊 地台是一个纯平的状态 中央扶手带了两个水别价 那么动力方面呢 这辆车搭载了一台160千瓦的电动机 最大扭矩呢 是300牛米 电池部分搭载的是61.3千瓦时的3原理电池组 那么NEDC续航呢 达到了501公里 那么实际的续航已充电时间呢 等到我们拿到驾驶车之后 会给大家详细的评测 欢迎您持续关注 走 看下辆车